说说爱与理想的故事 在台南听见世界 也让世界看见台南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台南听听看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城市广播网 北部地区的频道是 FM90.1台北健康 苗栗地区FM98.3大苗栗广播 中部地区FM92.9城市广播 台南地区FM97.1台南之音 台南听听看六十集 我们以台南的建筑文学美学 还有台南的道地小吃 以及台南非常有意思 怀抱着爱与理想 所企划的各种活动与您分享 借着台南的城市经验 我们也希望把这美好的愿景 带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让您也在您的城市里头 看见美好看见爱 今天我们邀请的贵宾是在台南 赫赫有名的凤茶主人 叶东泰先生 对台南人来说 凤茶品牌是属于台南文雅的符号 来自于海洋内岸 澎湖的叶东泰 将近三十年生根在台南 道地的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台南人了 那叶东泰茶公园路八号 几乎已经成为台南在文化意向上 密不可分一定造访的一个景点 一东泰不仅是创业成功的例子 他更是一个创造产业 而且把贾地变成重要的文化现场活动的很重要的推手 贾地开港 看人来来去去 因为这样缘故 叶东泰 他怀抱着一个凤茶的心 引接来到府城台南所有朋友 一说这样 生理这么做的孤单 好 我们今天来欢迎我们的凤茶叶东泰 叶大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叶大哥 今天其实也是百忙之中 来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现场 来给我们制作这个节目 因为每天他的手上 那不是台湾人就是美国人 不是美国人就是日本人 那今天是一个韩国人 他们就一个很好的团体 来这边什么呢 我们其实是拿茶来PK 看看台南的文化底蕴有多深 其实在每一次这样的国际的一个茶的论坛 或是文化交流里头 叶大哥都没有让我们失望 成为我们其实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文化的地标 而且呢 也是一个文学很好的现场展演 叶大哥我想请你谈一谈 这个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 逢这部的地 还有逢地的这个因缘 我当时在民国78年开始开店 我78年 那初期生三年 我是用人的名字 以前叫做工作坊 也是工作坊 对 那都没有什么比较理想的名字 了解 刚刚起步嘛 觉得是刚到澎湖 从澎湖到台南也有一段时间了 对 然后在小时候大概十岁就来台南 了解 带一个澎湖的羹 来到台南扎羹 就是这样子 对 然后24岁开始这个做生意 入行试茶 对不对 对 那后来经过了三年的摸索 我才开始了现在奉茶为名的 了解 那这个奉茶最早就在公园路8号吗 这个地方是我第三个点 了解 可是我一直觉得这个点是我们认识你开始 而且很特别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在那边喝茶 你就告诉我说你第一次看到凤茶这个房子 哇塞 这真的是我们在戏曲里面讲说是哪处成见 相看俨然 非常非常好的一次乍看之喜 你那时候的感觉是怎么看这一个店呢 这个房子比较特殊 他是大概我们台湾战后第一批女建筑师 对 其中一个叫林一甄 他所盖的 是 那他特殊之处因为他是向西啊 所以他们在这个窗户的设计上 多了很多那个窗源 让他可以遮阳在某个程度的某个时间点上 对 所以你在西塞的时候 那其实还能局部遮到阳光 了解 这个设计很细心 难怪你建筑师 真的很不错 而且他里面就是打很多方格子 是 那有点像那个护眼的 不是只有一个眼睛 了解 我解 就是护眼 就是双重的一个眼眶出去这样子 那个类似说苍蝇 他在看东西 他也是有很多眼睛 对 所以那个房子在外面看 怎么看就怎么 怎么迷人 好像很多小眼睛看着你 是 哇塞 因为那个很浪漫 选房子还选了很多的小眼睛 就这样子 对 那所以因为家园顾 所以你就是诸夏 其实也好长久的一段时间了 对 好像我们都一直把公园路八号 奉茶 叶大哥 我们做成一个 其实蛮大的一个连线 那你在进到这个奉茶之后 其实我觉得 它很重要一点是 它跟所有人开的茶 很不太一样 我一直觉得你在这样子 一个试茶的岁月里头 你把茶不经典当茶 当做生活 当做文化 当做美 我觉得这样是很特别 所以我们就很好奇 想请问你 你怎么去看待一个茶文化这件事 其实就像一般人做这个生育一样 我们刚开始是注意生育 对 那是一个基础 是 那后来这个房子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之前已经有三年多的这种 房地纪念累积 对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听了一句话 叫做要做什么像什么 了解 所以我们既然开的是茶馆 那当然就希望有茶的味道 对 所以文化是什么 有时候我倒还不是说那么理解 但至少我知道我要做什么 这件事情是茶带给我的一个企划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是 如果你进入到凤茶的二楼 特别是二楼的空间 你看到很多的图形叫做圆 那你不管走到哪个角度就发现 这好像是一个圆形的圆 所成就的缘分的圆的 圆圆的感觉 所以是当时你也是有意去把 这样一个圆形的意念带进你的茶空间里头吗 是 所以带进的感觉是想要去强调你对茶跟对人互动的感受 是不是 对 这个茶给我们的一个印象 就是说他在历史上的一种变化 譬如说唐代人他就用煮的 宋代人他是用点的 一直到明清以后 才是由我们现在用泡的 那也就是说他在每个茶代里面 就因为当时有人的一种需求 那他就变化他的身段 了解 所以你觉得茶的本身是由时间串联起来一个 变换不同身段而去连接不同生活面向的一个实体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部分 那因为我们做的也有一些兵营的 茶类 对 所以我们后来就发现 其实热茶是比较 好像大家觉得他香 对 可是那些冰茶年轻人他觉得比较好喝 哦 了解 所以呢 因为家云故呢 你会觉得好像做一个茶的文化 他也不仅是关照到老一辈人说的你们老人的 然后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年轻人 他们喜欢喝的各种非常飞行 或者我觉得其实还蛮有创意的冰品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你就创造了其实很多跟水果有关系的一个水果茶或是茶品是不是 你可以举个例子让我们说去那边点点看有哪些是我们在奉茶可以看到 真的很年轻的一个茶品 这个就因为茶它这个就是有一个圆融的态度 然后也说包容性 所以我们在入水果也好入咖啡甚至入酒 他都能够跟人家相处的很好 所以以这个水果类 我是比较推荐是比较推荐我们自己熬的桑胜茶 这个桑胜其实很清凉 给你感觉就很好 那你对这个桑胜这种茶为什么独有所好呢 主要就是我们小时候吃桑胜汁的那种印象 非常地甜蜜 所以对你的爱有红花纸 那就是您写的茶诗了对不对 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奉茶 我为什么讲说它可能跟一个文化有关系 是因为诗永远跟它的茶放在一起 茶是时间累积 诗也是时间之后淬炼出来的文化非常好的浓厚的底蕴 所以接下来我就请叶大哥 用他的茶用他的诗来告诉我们 你知道吗 这凤这一杯茶 那可是带有非常浓厚的一个属于文化的一种底蕴 而且呢 叶大哥很厉害哦 待会我们也会介绍给您 他每一道茶几乎都有一首亮眼的诗 而这个诗呢 让你带回去的 它就是一个满满的诗情画意 哦不对 应该是诗情茶意